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XCAM A10-3H for GoPro 云台的使用方法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包装 大家在购买云台以后会收到这样一个包装 这个就是我们XCAM A10-3H的云台包装 好,我们打开包装 首先这里有一份-1的说明书 告诉大家如何连接云台的主控 还有一些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这份说明书请大家务必要仔细阅读 好,我们再打开内核包装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配件包 这个配件包里边 首先我们原厂出来的时候会有五个减震球 在特殊情况下请大家不要随意的更换 这些减震球 因为我们这些减震球都做过严格的测试 确保它的减震频率在我们的系统处理范围之内 那这个减震球呢,我们一共提供了五个 使用时只需要使用四个 还有一个是留给大家作为备用 这里四个是云台的挂载键 用来给大家挂载 把云台跟机身相连 挂载云台使用 还有一根是我们的连接线 那这根连接线呢有点特殊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头子是标准的一个舵机头 另外一个出孔的地方 我们会有一个分叉 那这个分叉呢是提供了两部分功能 稍后我会给大家仔细来说 这个分叉是如何使用的 好 那云台 我们已经装到那个机架上面 首先大家看一下 云台分为两部分 云台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云台的主体部分 主体部分 还有一部分是云台的主控 云台的主控 那大家在收到云台的时候呢 主控跟云台主体部分是分离的 需要大家去连接 那怎么连接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云台主体部分 跟主控之间的连接 连接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三个防呆插口 上面都有标记 你反过来插是插不进的 只有正确的插入 它才可以被插入 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呢有一个地方 比较特殊的需要跟大家说清楚 那这里呢在这个面上呢 有一行小的英文字 那这个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主控在放置在机身上的时候呢 它是有方向性的 它是应该怎么放置呢 这一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面是有logo的 有字样的 此面是一定要朝上的 往上放置 我们不能 不能这么放 这个是不对的 这里面是 因为这个主控里面是有传感器的 它有方向性 所以我们放置的时候 必须正面朝上 然后呢 我们主控后面呢 我们大家在放置的时候呢 可以使用一些双面胶 但是在这里面建议大家 不要使用过软的双面胶 最好是硬质一点的 非常硬的双面胶 我们现在来固定主控 放在这里 这里提 这里提及一下啊 这一面 刚才我介绍了 要朝上 但是 这个是没有方向性的 大家可以随意摆放 我们可以 我甚至可以这样摆放 都没问题 可以大家随意摆放 那我现在把这个主控 给固定上 首先呢 这个主控的固定呢 是 大家需要确保 主控是没有 是非常牢固的 非常牢固的固定在机架上 而不是松垮垮的 因为刚才我说了 这里边有一个传感器 如果是松垮垮的话呢 它会影响 影响云台的性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整个主控上面的输出接口 首先呢 我们这个云台呢 分为单人操作和双人操作 那么单人操作 我首先给大家介绍单人操作 单人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这一根 刚才我说的这根连接线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在这个上面 有一个叫PPM 这样一个标记的端口 那这个端口是用来 给单人操作使用的 那我们的这根 搭配的这根垮垮垮呢 就是这么插入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PPM这个端口 上面有几个标识符 有一个G 可以看到一个G G就代表接地的意思 也就是说对应的是 它的黑色的线 做机的黑色的线 然后还有两个是信号线 这两个信号线是 其实是两个通道 用来控制云台 云台的功能 那我们就把它 我们就这样插入 可以了 我们确保 我们确保就这样插 插入 好 插完以后呢 这里需要跟大家说一下的 这两个是需要大家插到接收机上面的 那怎么插 需要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 有一个白色线跟黑色线 这个是控制抚养 也就是说你需要遥控器上哪个通道需要控制抚养的 你们把这个插入这个通道 好 我这里有一个接收机 比如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 福塔巴的接收机 然后我想第八通道用来控制抚养 或者第六通道 我想控制抚养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插入第六通道 好 那第六通道 就是用来控制抚养 那这根红色的那根线 这根线是用来切换第三轴的模式 那我们第三轴呢 提供了两种模式和一个功能 哪两种模式呢 第一种模式是追头模式 第二种模式是锁头模式 另外提供了一个功能 就是一个一键回踪的功能 那比如说 我们想把这个功能 放在第七通道 接收机的第七通道来控制 那我们只要把这根红色的线 插入它的信号端口 注意这里是信号端口 一般福特巴的接收机 上面的为信号端口 中间的为红色电源供电端口 最下面的一个为接地 黑色的接地端口 那我们插入它的信号端口 那到这个我们就已经连接了单人操作模式下的接收机 因为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这颗接收机同时也是连接飞控的 也就是说所谓的单人操作 就是说飞手在飞的同时还可以控制云台 我们称为叫单人操作模式 我们称为单人操作模式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 PPM这个端口 的旁边会有一个 AV-OUT端口 AV-OUT端口是我们的图传输出信号端口 因为我们的云台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所以我们已经内置了 AV的信号输出 那我们在做这个端口的时候呢 我们是使用标准的大疆的5.8G图传输出的插孔 也就是说3.5的耳机插孔 这样一个插孔 那这个插孔我们只要直接插入 这头是接图传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AV信号输出 我们的A10-3H银台 集成了GoPro的图传输出 和GoPro的充电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 USB的miniUSB的端口 那这个端口 大家只要把它简单的插入 插到GoPro上面以后 它就可以把GoPro的图传信号 传输到主控 通过主控的 这个插座 发送到图传 把AV信号传到地面 那同时呢 我们会 这个USB口呢 同时会给GoPro充电 所以呢 大家在使用我们的云台的时候呢 是不需要带备用电池 包括你的电池都不需要有电 电量都不需要很足 它就能正常工作 那我们的云台是可以360度 无限制循转 进行拍摄 我们在正确的连接主控 跟接收剂的连线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云台充电了 那这里呢 介绍一下 我们的A10-3H云台呢 它支持的电压范围比较广 它支持2S到4S的锂电的直接输入 那如果有动手动力的朋友呢 建议大家呢 直接把这根电源输入线呢 和你们的动力电相连 这样的话呢 云台不需要另外的电池供电 当然前提是 你的机架使用的电池是在4S以下 那这里呢 我用 我使用一块3S的外接电池来演示一下 首先呢 云台一通电以后呢 大家千万不可移动云台 要保持云台的静止 因为云台需要做一次初始化 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云台的初始化 好 现在初始化结束 那刚才呢 我给大家介绍的 我们现在呢 是在单人模式下面 单人模式下面呢 刚才我们把那个两个通道 都已经介绍过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接到接收机是 第六和第七通道 那我们在 我在相对应的遥控器上面 也已经把第六和第七通道 映射成 我想要的 开关 那在这里呢 我们推荐用户呢 使用 就是控制扶养 控制扶养使用 单人模式下 使用这个旋扭开关 因为大家在飞的时候 可以同时 控制它的云台的抚养的操作 然后呢 我们把那个第三轴的功能呢 模式呢 我们映射在这个开关通道 那这个开关通道呢 也是方便大家 在单人既在飞行的时候 又在控制云台时候 比较容易操作 那我们呢 默认的呢 我们现在是 贴到 追头模式 那这个模式是追头模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移动 云台的时候 云台是追头模式的方法 方式在运动 那 我们往下 往上播一导 我就把它切换到 锁头模式 那锁头模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旋转的时候 不管你是如何旋转 它的机头是被锁住的 锁定在同一个方向 好 那我们 A10-3H 还提供了一个 非常实用的功能 就是 当大家从锁头模式 需要切换到 追头模式的情况下 我们还提供了一个 一键回中的功能 那 一键回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 播到 一键回中的位置 云台自动会 回到机头位 我再演示一下 我们假设现在是在 追头 锁头模式 假设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设置的开关档 追头是在最下面 一键回中是在最下面 那这里呢 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比较容易 大家会比较容易搞错 就是说 当我切到追头以后 一键回中以后 我必须马上回到 追头模式 否则的话呢 否则的话会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假设现在是在锁头模式 我们把它切换到追头模式 假设我们一键回中 我们这个开关一直挡在 打在一键回中的模式下 那这个系统 它就会一直在旋转 那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用户来判断 你到底是想要切回到锁头 还是切回到追头 那我现在把它切换到追头 我拨换到追头模式以后 它才会停下 好 这个呢是比较容易 被用户疏忽的地方 所以请大家要注意这一部分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A10-3H的双人模式 首先 双人模式 我们要连接的端口为 主控上面有一个S-BUS的标记端口 那这个连接线跟接收机的S-BUS进行连接 在这种模式下 是提供A10-3H的所有功能 通过S-BUS 那在这个连接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可连接 原来的单人模式的 PPM的端口通道 好 我们现在给云台进行通电 好 云台自检完成以后 这里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S-BUS S-BUS的在双人模式下 我们使用S-BUS S-BUS的情况上呢 我们会固定五个通道 提供五个功能 那第一个通道是 第一个通道是控制 它的横滚 可以看一下 我们遥控器的第一通道 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拨的时候 云台的横滚是可以被控制 第二个通道 我们提供的是一键回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切换在遥控器的 那个方形界面 这里边每个通道都有显示 那第一个通道是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 摇的时候 它第一个通道在这里显示 第二个通道是一键回中 第二个通道是一键回中 我们只要按一下 系统会自动寻找后面点 好 第三个通道是控制 扶摇 第三个通道 也就是我们常用的油门通道 那我们在这里 可以看一下 可以对 扶养进行控制 然后第四个通道 是控制第三轴的旋转 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四个通道 然后第五个通道 是模式切换 因为我第五个通道呢 我们现在 我现在把这个 第五个通道映射成 映射成这个开关 默认的 这个是追头模式 可以看一下 是追头模式 那我把它替换成 锁头模式 好 这是锁头模式 然后替换成 追头模式 那我刚才给大家演示了 单人操作和双人操作的 两种模式 那么 单人操作和双人操作 适用范围是怎么样子的呢 单人操作 是比较适合 一个飞手 又控制飞机 又控制云台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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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台 比较适合小范围的 拍摄 在这种范围下面 一般一个飞手就可以 同时控制飞机和云台 那么在 单人模式下面呢 我们提供的 那功能是四种功能 那哪四种的 第一个就是 扶杨可控 扶杨可以控制 第二个呢 是 追头模式 和锁头模式的切换 那第三个呢 是 我们提供了一键回中 因为 当大家在 尤其是在 锁头模式 要切换回 追头模式的时候 往往 它的 机头位 不是在 云台的位置 不是在 机头位 所以我们 提供了一个 一键回中的功能 可以快速的 让云台 回到 机头位 那这个是 单人模式 那么 双人模式呢 双人模式呢 就比较适合 有 同时有 飞手和云台手 两个人操作的时候 那当然 双人模式 也需要 大家有 两个接收机和两个遥控器 来控制 那一个接收机 是控制它的飞控 是由飞手来控制 飞行 那另外一个呢 是由一个 云台手 专门来控制 云台 那么在 双人模式下面呢 我们提供了 云台的所有功能 哪几个功能呢 一个是 抚扬可控 抚扬可控 然后 横滚可控 还有就是 第三轴可控 还有就是 第三轴的模式切换 锁头模式 追头模式 另外还提供了 一键回踪的功能 好 下面呢 我再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云台的 调参和 固件升级 好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Xcam A10-3H 云台的调参和 固件升级的方法 首先呢 在我们出厂的云台包装里面呢 会有提供这样一根USB的调参线 那这根线呢 我们怎么连接呢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控 我们的主控呢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PC揭露端口 下面呢 有三个GRT 三个单词 然后呢 我们使用这根线的黑色端 是接地线 对应它的G G就是接地的意思 直接插入即可 好 然后呢 这根红线呢 是不需要使用的 好 和主控这边就接好了 然后USB USB这一口 很简单 直接插到 便脑上即可 好 首先呢 我们需要 先要安装 在你的PC电脑上 先要安装 这个设备的驱动 那这个驱动呢 我们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 都有下载 有Windows的32位版本 和64位的版本 它们的驱动是不一样的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 用操作系统的版本 来向下载对应的驱动 那下载完以后呢 我们需要在 设备管理 打开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 打开设备 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 那我们在端口 这一栏的设备展开 如果你的驱动 是安装正确的话 我们在这里 可以看到 有这样一个设备端口 出现 这个设备端口 就是我们的 主控的设备 代表已经连接上了 连接上了 那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每一个设备 它有一个端口号 在我这边呢 它是COME 5 但是 在大家各自的电脑上 有可能是会不一样的 这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 需要大家记下来 在COME 5 好 然后呢 我们先打开 调餐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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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打开完以后呢 首先呢 我们先要选择 对应的端口 因为刚才我们记住的 端口号是COME 5 那在这里的 下拉列表下 框里面呢 会有一个 我们选中COME 5 选中框完我以后 我们的初始工作 都已经做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连接 给云台通电 好 通完电以后呢 我们等待云台的初始化 嗯 好 初始化完成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点击 连接这个按钮 那点完连接以后呢 我们可以听到 云台会发出滴滴两声 清脆的声音 代表连接成功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试一下 好 滴滴两声以后呢 就代表我们的云台 连上去了 那这里呢 首先呢 非常重要的一步 请大家做好 当前参数的备份 那怎么做呢 在我们这个按钮 这里有一个按钮 叫Save to File 就是保存到文件 那我们先点击 我们在这里 给它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 嗯 我们把这个 当前的参数 先保存到 这个文件下面去 我们点一下保存 好 文件就被保存了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生成了 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就是 呃 原来出厂的时候的 一个参数 的备份文件 那保存完以后 我们才可以开始 进行呃 参数的调整 那么在这里呢 嗯 我们强烈建议大家 不要去动这些参数 因为我们在出厂前 都已经完成了 参数的调整 而且确保 它的参数是在 最佳状态下 那如果说 嗯 有特殊情况 需要调整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 调整这些参数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 我们有三栏 分别对应三个轴 第一个是 扶仰轴 第二个是横滚轴 第三个是 转向轴 就是第三轴 那 每一根轴里边呢 它会有几个参数 那有用的 只有上面两个 下面几个 是多基云台使用的 是没有 没有用的 那上面两个 一个是位置感度 一个是加速感度 这两个值 我们先调的话呢 一般是先调位置感度 位置感度 位置感度呢 我们调节的时候呢 跟加速感度 它是有一个比例关系的 也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调 把位置感度调低了 那加速感度 也要按照这个比例 往下调 如果位置感度调高了 那么加速感度 也要按比例往上调 那横滚轴 转向轴 都是同样的道理 全部是一样的 好 如果说 大家参数调乱了 或者说调完以后 发现云台工作不正常了 那 因为第一次 大家已经做好 做好一个参数的备份 那我们就可以把 当前参数备份的一个文件 把它导入进来 那怎么导入呢 我们选择 最后一个按钮 叫load from file 我们点一下 点完以后呢 我们选择刚才 保存出来的参数 我们选择它打开 好 打开了 打开完以后呢 我们点击一下 写入 这里有一个按钮 叫写入参数到设备 就是把当前的参数 保存到 主控里边 我们可以点一下 点完以后 云台会自起 重新 重新启动 同时会听到 清脆的 滴滴滴 几个声音 就代表 云台已经成功的 写入参数 好 我们调完参数以后 要记得 要按一下 断开这个按钮 好 设备断开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 拔云台了 那这个呢 是我们 XCAM A10-3H的 云台的参数调整 那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XCAM A10-3H 云台的固件升级 我们 在我们的官网上呢 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 会提供一个 固件升级的 一个应用程序 然后大家下载完以后呢 是这样一个图标 然后呢 在这里呢 先要告诉大家 首先呢 在打开这个软件之前呢 我们先要确保 所有的设备是断电的 是断电的 连接 是完成的 然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软件 同样的选择 首先呢 是要选择端口号 那我在这里是端 KOM 我们选择KOM 选完端口号以后呢 我们需要选择 它的一个固件文件 固件文件 固件文件呢 也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 有下载 我们可以点击 打开这个固件文件 好 选择这个固件文件 选择完固件文件 以后呢 我们开始点击这个按钮 注意 在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云台 千万不可通电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再重申一次啊 在点击这个按钮之前 云台是不可以通电的 我们现在点击这个按钮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句话 当然是英文的 翻译成中文的 就是说 它在等待云台的开机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去人间云台 我们把云台通电 好 通完电以后 可以看到云台自动会进行升级 有一个进度长 大概等个十几秒钟 它的升级就会完成 升级完成以后呢 请注意 先给云台断电 先把云台的电断掉 然后再关闭软件 最后再拔除设备 好了 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 对云台的固件升级 接下来 大家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